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LA-2系统公司与航空航天和防务巨头德士龙集团公司 共同合作开发了下一代机器人战斗车辆 Ripsaw M5型无人战斗车辆 新武器本质上是一辆机器人坦克 安装有橡胶履带 可以安静地进行机动 作为一款经用装备 Ripsaw M5机器人坦克拥有完整的坦克外形和装甲防护 拥有30毫米机关炮和完整的炮塔武器系统 具有强大的火力 无人坦克还可以携带FLAR SUGV型小型拆弹机器人 Sky Raider型小型无人机等 以增强其侦察和对付爆炸物的能力 Ripsaw M5机器人坦克就像是电影《终结种》中的机器杀手 被投入实际作战中的话 不需要士兵在载具中操纵 那么就意味着即使载具被击毁 也不会造成人员伤亡 优秀作战人员的零损失 就是一个发展无人载具的充分理由 其次是在载具设计上 不需要为成员留出空间 再具的设计可以更紧凑更小型化 毕竟机器的适应性要比人高得多 但是地面作战机器人属于新型技术之一 尚没有真正达到成熟的水平 各国的比赛也才刚刚开始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